国庆有三天的廉价 但是有公司却给员工三天半的假期 原来台北市内湖有一家科技公司 打出了只要员工捐款20块钱给家福中心 就可以提早4个小时下班 让员工很开心的来参与做工艺 还可以多享受半天的假期 而这样的活动也帮家福中心 募得了至少2万块钱以上的捐款 迎接双十国庆各大卫卫预演 早已做好准备 民众接下来也有五六日总计三天的廉价可休 但却有企业竟然可以放得更多 怎么会有这样的福利 原来只要一人捐出20块钱给家福中心 就可以多享受半天假期 国内科技公司老板贴出公告给员工 强调双十捐双十便能提早下班4个小时 创新政策激引所有员工热情参与 提早4小时很少 一开始还我没有看错这样子 只要捐20块然后就可以提早4个小时下班 以员工一百多人来计算 至少为家福募得2万元以上 而员工放假4小时的工资成本约11万6千元 老板大方也赢得员工和家福中心的感谢 我个人也是认为说给员工们一点小小的一个奖励 因为他们工作辛苦 所以给他们这种奖励 让他们能够这种回馈 同时回馈又付出爱心 自己也有一点小确信 科技业投一回有这样的唱举 也希望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公司一起来享益 借张票李琪婷台北部导